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些他可以透过自己不断的一些探索 他可能可以发展出其他在这个之外的一些工作 上海其实因为我所工作的环境也比较国际性多一点 那能够进来读的一些中国的父母 他们可能本身是很大的财团的贵公子贵女儿这样 所以相对我觉得他们能够愿意比较更多的去接受很多不一样的观念 那新选差的方式 五倍 其实我在大学毕业回来那一年试着想找多工作 但是要上班的那一天 他们就打电话说 小姐我们觉得你可能太高兴 然后所以我连机会都没有 但中国工作也不是样样好 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医疗其实落差很大 我感觉估计大概有二十年的落差 到他们那里去挂了耳鼻喉客 然后他们就把我的耳朵拉到那个出桌的台灯下面看耳朵的时候 很冲击我 台湾的高物价房价上海也有 但我一去房价就开始飞涨 然后我就发觉我完全无法负担 对 只能当寡人 纵然有这么多困难 但会不会想回台湾工作 他的答案是 因为我觉得我常在国外的时候看到别人做少少的工作 可是领很多的薪水 那我比起我可能在台湾的一些朋友啊 得到的薪资却很乘烦 那么给想去中国工作的人建议是 不要带着你比别人优越的心情去 然后我发觉很多可能一两年不到就挫败回来 很多不管去那里工作或者是台上 其实有很多的心态其实不太好 我觉得是 超级 第10号廿 采训 打高 No 5 感谢观看